几乎赛落后五星勇士31分怎么办 平民快船逆天改命 最大功臣却是他 老司机带你弯道超车 砍三桥 2019年西部几乎赛首轮 平民快船队遇上如日中天的宇宙勇 赛前所有人都认为这将会是一边倒的系列赛 对比账面实力一目了然 快船所有球员职业生涯都没有入选过全明星 而勇士这边6名球员入选全明星次数之合时29次 这场比赛勇士队不出所料 用一场大胜验证了外界的猜测 第二场勇士已久高歌猛进 上半场就领先多达22分 而随着第三节多兰特的2加1打成 勇士一举将分差拉大到31分 然而就当勇士队主场球迷提前收获大胜喜悦之时 快船队并没有放弃 随着陆维外线命中3分吹响反扑号角 快船中将是在随后的19分钟内 打出了72比37的超级攻势 最后时刻凭借沙梅特命中奠定胜局的3分 快船神奇队以135比131战胜勇士 完成实施翻盘 31分也创造了NBA季后赛 73年历史上最大逆转神迹 然而本场比赛快船队取胜最大的功臣 竟然是工资仅800万的陆维 全场陆维砍下36分 并送出11次祖孤 他在进攻端几乎将18万5亿 都给勇士展示了一遍 再后快船队全部陷入疯狂 关于是李他们尽情享受逆风翻盘 带来的美妙滋味 老板鲍尔默更是激情万分 面对采访时他圣赞道 他们都是一些坚韧的家伙 身体上精神上他们都是硬汉 我爱我的队员们